鉴定一下养生粉丝的毒蛇 我们直接点开图片 这是一条缅甸蟒 没对的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于是我让他打119 119说打110 最后警察来把蛇放生了 那么被缅甸蟒这种无毒蛇咬后 要不要去医院呢 这个主要看伤口大家 如果蛇比较大 给你咬出了很大的伤口 并且流了很多血 这种最后还是去医院处理一下 避免感染 在国外的一个名叫 痛苦之王的节目中 男主角捉死上一条网文盲友了一口 把他痛得不要不要的 留下了很深的伤口 而且流了好多血 甚至需要做缝合手术 可见蟒蛇的物理咬伤 也是相当给力的 我在江西吉安井冈山 一个朋友的家人 是老人 早上9点左右被蛇咬了 家人字数是竹叶青 且被打死在山上 没拍到照片 他字数蛇是一条很小的蛇 全身去绿色的 这是一个老人被绿色咬了 其实在国内 你只要是被绿色的蛇咬了 并且出现了明显中毒症状 那八九不离死 就是竹叶青干的 对付竹叶青咬上 一般是使用负射血情 同时要注意 是否有灵血异常 因为竹叶青 竹叶中含有内灵血酶 它可以对灵血因子一进行消耗 而且一开始 你可能根本看不出灵血有问题 等出现症状时 往往已经很严重了 那么这里老人 绑了一个农村常用的捆东西的袋子 而且看上去绑得挺紧的 于是提醒他别绑太紧了 然后我强调 如果有灵血异常 要追加五不舍血清 因为竹叶青是没有专门的抗毒血清的 虽然负舍血清有效果 但并不能完全综合毒素 追加五不舍血清是为了加强综合效力 对付竹叶青的内灵血酶 一旦被他咬出DAC 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所以竹叶青并不是很多人口中的毒不死人 后来死的照片拍到了 就在打死的地方 确实是一条竹叶青 好在老人送医及时 症状也不是很严重 两天后就出院了 这是一个粉丝 被咬了没有拍的照片 只是瞥了一眼 一开始他说红黑色的 你可能会想到吃恋蛇 但吃恋蛇几乎无毒 是不可能咬出这种症状的 然后我问他伤口有没有坏死发黑肿胀 他说肿了不发黑 疼得走不了路 那么从症状来看 肯定是奎科毒蛇咬的 奎科毒蛇这张身上带有红色 地点在荷兰 我觉得应该是红色的台湾闹铁头 于是随便给他发几张带红色的照片 他说第一个比较像 那就暂定是台湾闹铁头了 通常使用腹蛇血清 后来他说医院是给他输了血的 于是我问他有没有临血检查报告单 他说没得 那就无法得知他是否有灵血异常了 其实像他这种疼得走不了路的 最好还是用一下血清 好得快一些 大家仔细看这条蛇 有黄色的头部 以及从身体贯穿到尾巴的直线纵纹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草腹恋蛇 没得到 我让他把人叫回来了 这种小心无度小了 就不用去医院了 随便消个毒就行了 男性56岁 于今日下午16时许 在田地里被咬右手 伤后于捆扎 当地卫生院伤口处理后 即来我院急诊就诊 以用25毫克地米 三只眼镜蛇血清 三只银环蛇血清 目前患者生命征平稳 无头晕 无呼吸困难 无手部马桶不适 我看到这个描述啊 就像是医生 果不其然还真是 再看看蛇的照片 身上有非常密集规整的黄纹 体型还比较大 显然这是一条眼镜王蛇 不过他们呢 有的医生说像金黄蛇 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啊 眼镜王蛇在右脸时 黄纹是黄色的 可能会被认成金黄蛇 但随年龄增长 黄纹会逐渐变白变淡 这条看起来应该是亚成体 所以颜色还有一点偏黄 很正常 我觉得重点还是 这位大哥被眼镜王蛇咬了 竟然没有中毒症状 这可是眼镜王蛇啊 兄弟们 干咬率很低的 这个运气不去买彩票可惜了 被毒蛇咬了 在四川南部 请问是用腹蛇血清吗 这蛇被打死了啊 一条烙铁头 应该用腹蛇血清 这里我特地问了一下 有什么症状 他说手肿呢 表明只有局部症状 不算很严重 要知道烙铁头 毒症状是存在 泪淋血霉的 虽然消耗能力不强 但还是要注意一下 各位大佬 这条是什么蛇啊 女友的外婆 被这条蛇咬了之后 进ICU了 广东省越北 昨天下午咬的 还能救吗 一开始伤口很小 这是后来医生 用刀片割了放血 这个伤口视频比较血腥 就不放给大家看了 咱们现在看看 是什么蛇咬的 我那个去 这大圆斑 太过圆斑奎 而且体型还不小 于是我问他用的什么血清 那边说老人肝功能衰竭了 是昨天下午被咬的 过了两三个小时 才去医院 检查灵血功能不好 一直在输血 可见老人出现了 非常严重的灵血异常 这就是泰国圆斑奎的 毒素特点 在其毒液中 存在五英子 十英子激活物 它可以将五英子 十英子激活物 在灵子和钙底子存在下 形成灵血酶原激活物 进一步激活灵血酶原 生成灵血酶 强行启动灵血激点 一开始在体内 会形成微血酸 到了后期 由于灵血因子被大量消耗 加上过度灵血 激发鲜溶抗净 导致灵血系统崩溃 止不住的流血 最后会因为缺血 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 如果没有抗毒血清的话 只能对症治疗 也就是输血 浆和灵血因子 但即便你输进去了 补上来了 只要毒素还在 它又可以再次对灵血因子 进行消耗 所以这种强灵血毒素 是非常棘手的 要在保证生命体制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把灵血纠正回来 如果有针对性抗毒血清的话 是可以直接把灵血毒素 综合掉的 但遗憾的是 国内目前还没有上市的 癸蛇血清 这个时候就只能用五步蛇 加副蛇血清了 但其实五步蛇和副蛇 都没有太过能够这种 五英子十英子激活物 所以只能综合其他毒素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这家医院目前只用了副蛇血清 单用副蛇血清的话 效果是非常差的 于是我让他交医院 加上五步蛇血清 然而这家医院并没有五步蛇血清 还要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用 第二天他说连五步蛇血清都没调到 就近找了个大医院 发现没得 刚好昨天进来了一个广西的医生 我问他那边有没有葵蛇血清 其实这个时候再去掉 五步蛇血清已经完了 如果有葵蛇血清的话 还可以已试 所以我问他有没有葵蛇血清 但还是没有 此时老人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灵血功能仍然没有好转 只能尽量保命了 过了十天后 我再度询问情况时 老人已经转出普通病房了 期间输血输了四五天 终于算是扛过来了 那么像这种没有针对性血清的情况 只能通过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 比如血液进化等 排毒 同时输血维持生命 等毒素浓度自然下降 能扛过来的话 肯定是皆大欢喜 扛不过来也没有办法 还是希望葵蛇月轻尽早上市吧 好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学到了知识 还请给我点个免费的三连 谢谢